主料,滴粉80克,玉米淀粉10克,鸡蛋4克,香蕉100克,辅量,糖分50克,玉米油40克,柠檬汁10克,水30克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首先将香蕉用勺子压成泥,加入5克的柠檬汁拌匀,把鸡蛋的蛋黄和蛋清分开,先制作蛋黄部分。 蛋黄夹打均匀,倒入玉米油搅匀,筛入滴粉和玉米淀粉,搅匀后成糊状带用,制作蛋白部分,蛋清分子加入糖粉,打得干性,提起打蛋器上成直尖角,将打好的蛋白要三分之一到蛋黄糊里,摆拌均匀,搅匀后,全部都回剩下的三分之二蛋白糊里,摆拌均匀,倒入模具内,放桌上震几下,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,中下层150度25分钟后,调整170度20分钟,烹饪技巧。 鸡蛋用的是比较大的那种凉鸡蛋,蛋清比较多,所以蛋糕的颜色很大。 如果选用土鸡蛋的话,要用5个的量,颜色也会黄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